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 台积电目前是全球主要芯片厂商的代工厂 占据了全球半导体代工市场的半壁江山 除了高通的订单 台积电也收到了来自苹果和华为的诸多订单 这就让高通的7nm 5G芯片排气受到影响 并且高通第二季原本计划量产的骁龙X55 5G基带 同样也会受到三星7nm工艺良品率的影响 如果高通不能解决良品率问题 未来可能会让三星 苹果 小米 Vivo Oppo 等手机厂商 没有5G基带可用 在目前的华为芯片行业中 高通三星 华为 苹果 这几大家在芯片方面的实力都非同小可 而同样作为起步较早的联发科 在芯片方面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很多人以为联发科只能通过做低端手机芯片 来在移动领域存活的时候 人家却不声不响地出了一款游戏芯片 联发科 G90系列 总共包括G90和G90T两款 而这款芯片的首发机型一直是一个谜 毕竟联发科在性能方面不怎么好 一核有难 九核围观这个梗也不是闹着玩的 所以联发科在寻找合作伙伴的时候很发愁 Redmi总裁卢伟斌 这次却看好联发科 G90的存在 并为其站台 表示Redmi Note将首发G90系列芯片 相信这里很多米粉都没有想到 甚至有很多米粉表示不能接受 联发科从创立至今 GPU性能虽然不是特别弱 但在GPU方面真的是弱得不能看 尤其是在游戏方面 GPU的面试尤为明显 在游戏真理表现方面非常迷 不过此次G90系列从跑分上来看 GPU的性能有所提升 但这仅仅只是跑分和数据方面 具体应用情况还不得而知 希望G90系列能够给联发科一个完美的成绩 后来联发科对于移动芯片行业还在苦苦坚持 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用户对于自己的看法 获得用户的认可 至于首发G90系列的Redmi Note 8 你会选择购买吗 纵观整个全球能够生产芯片只有两家而已 分别是台积电和三星 其实生产芯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最主要的一个设备就是光科技 然而能够生产出这个设备的厂商寥寥无几 能够生产出顶级光科技的仅有一家 它就是荷兰的Asmile公司 可能大部分人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公司 只知道生产芯片的公司而已 但是这个公司的存在确实非常的重要 如果不是这家公司的存在 无论是三星高通都不能够生产出芯片 因为他们需要光科技 只能够通过这家公司购买 其实这家公司控制的光科技市场 相当于三星控制的屏幕市场 已经达到了90%以上的市场份额 可以这么理解 它几乎是处于垄断的状态 但是想要通过这家公司购买光科技 并不是有钱才能够买到 必须要提前预约 因为他们生产的光科技数量是有限的 不是所有的厂商都能够买到 提前预约之后 还要得到许可才能够买到光科技 像现在非常热门的苹果与华为 它们都有自家的芯片 并且也是少有的手机品牌 能够自主生产芯片的厂家 像现在华为官宣的70990芯片 正式采用7纳米EUV工艺 而这种工艺只有通过荷兰的这家公司的光科技 才能够实现 下个月登场的新款iPhone搭载的A13芯片 同样需要这家公司的光科技 虽然现在很多的厂商都在研发芯片 不过它们只是设计和加工而已 纯自主研发的芯片几乎不存在 而近两年 国内还没有自然的光科技 所以说真正的国产芯片 也许在未来才能够见到 大家觉得几年之后 才能够看到真正的国产芯片吗 可以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